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HIV感染者体内的病毒水平降低至检测不出的水平 帮助感染者免疫系统恢复 保持健康 此时的感染者也不具备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性伴侣的能力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检测不出的病毒水平 就是传说中的抑制病毒载量吧 对应英文是un-detectable 而这个不传染就是untransmitable 我之前总听说U等于U 现在终于对上了 我猜应该是发现感染后及时治疗吧 不然艾滋病毒就会在体内增加 然后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了 想要实现U等U 首先要早诊断早治疗 然后要坚持规律服药 确保连续保持六个月以上检测不到病毒 并且每三到四个月进行一次病毒载量的检测 听起来好像并不困难 重点就是早期诊断 坚持治疗和定期检测 对 这么看来 即使感染了艾滋病毒也不必过于担心 因为只要早期诊断和坚持治疗 不但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可以防止疾病传染给其他人 如果HIV感染者不具备传播病毒的能力的话 那我就没那么担心了 因为日常接触也不会传播 在U等U的时候也不会通过性传播 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驱使感染者呢 测不到病毒载量 等于没有传染力 也就是U等于U 已经通过多项研究实验 在异性、同性伴侣等多个群体内得到了证实 也获得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认可 要做到U等于U 早诊断、坚持规范治疗、定期监测病毒载量至关重要 在我国 很多医疗机构都可以方便地获得这些服务 要注意的是 使用安全套仍然重要 这有助于预防其他性传染病 若艾滋病毒感染者达到了U等于U 源于社会或内心的歧视 也就不具备任何技术 他们更不应该被学校、医院、工作场所及社会所孤立 消除社会和个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 更是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疫情的关键一步 让我们携手 共创一个没有歧视和艾滋病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破费物 也订阅 转发 打赏破费物